这是全宇周安保系统最严格的银行 克索斯银行 就算太阳爆炸 它依旧屹立不到 星球首富们 会把贵重的财宝存储在这里 想要取走自己的东西 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基因筛查 假如有一项仪器检测异常 火箭炮会瞬间将你烧得灰飞烟灭 连扎都不上 然而就是如此强悍的克索斯银行 也逃不过即将发生的一场跨时空结案 就在地球的某处 电话亭里的电话响起 博士刚拿起电话 下一秒 手里的话筒竟变成了一条虫子 而他和助手克拉拉 也顺移到了一个密室之中 桌子的另外一边 还坐着两个陌生人 很明显 他们对于怎么闪现到这里 也是一样的猛逼 四人来到这里的记忆 似乎全都消失了 看着桌上的四只怪虫 博士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是十一虫 只要将它放到头上 记忆就会被它吞噬 与此同时 他们面前的箱子传来一段录音 紧接着箱子里又播放了三段录音 根据内容 博士得知 对面的两人 一个是改造人 一个是变异人 就在这时 箱子自动打开 并播放了一段录像 屏幕当中出现一个神秘人 他自称为助梦师 向众人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目前四个人所在的地方 正是克索斯银行 助梦师告诉警员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要窃取这个银行最稀有的东西 一个无价之宝 要想活着出去 就必须听从他的命运 为了活命 变异人通过助梦师提供的指纹 成功伪装成了银行顾客的容貌 他们四人准备潜入 这个全宇宙最森严的银行 很快四人来到封锁的交易屋 在通过所有基因检测后 变异人往边缘轻轻哈了口气 把助梦师留给他们的东西取了出来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炸弹 博士启动炸弹开关 所有人向墙壁躲去 伴随着倒计式结束 想象中的声音没有响起 原来这是一颗空间转移炸弹 可以将粒子传送到另一个空间 等他们全部爬下去以后 安保人员在进入 交易屋就早已空空如影 紧接着四人爬到的墓 发现了一个箱子 那是助梦师留下来的 里面是六只原子粉碎机 使用者可以将身体瞬间化成粉末 但就在此时变异人的大脑 突然被某种神秘力量控制 难以动弹 原来禁锢它的是一个外星生物 这是一只拥有毒心术的外星神兽 它可以准确捕捉到 你的每个犯罪意图 一旦对方大脑中产生邪念或是罪恶 它会释放一种奇特的生活 强烈的音波会将大脑熬成脑汤 瞬间将罪犯变为行尸走肉 而正是因为拥有这个技能 毒心兽被克索斯银行所利用 银行会让它检查每一个访客的思想 这也是克索斯银行最难突破的关卡 而正是因为如此 博士四人才会一一抹去记忆 知道的越少也就越安全 眼看变异人正在被毒心兽 一点点吸干大脑 为了不受痛苦 博士扔给他一个原子粉碎机 随着变异人按下开关 他瞬间被分解得无影无踪 变异人的死 让他们化悲痛为力量 顺着通道一路走到底 他们找到了 储藏所有财宝的金库大门 改造人连接上安保系统 开始破解门禁 24道密码环环相扣 至少需要5分钟时间才能打开 然而没一会儿 毒心兽抓到克拉拉 准备吸食他的大脑 为了救回克拉拉 改造人主动吸引对方的注意 吃走了毒心兽 然后启动原子粉碎机 这就不已 这时博士急忙来到金库前 用音速起字检查发现 还有最后一道密码所没有被解开 并且自己也无能为力 而此时 上空一阵声音响起 千年一遇的太阳风暴正在逐渐逼近 博士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祝梦师早就料到了会有风暴发生 这不仅仅是一次银行抢劫 而是一场时空大劫案 因为祝梦师身处未来 所以将他们被送到了 风暴发生的时间点 只有在这个时刻 银行系统会被风暴干扰 暂时停止工作 不出所料 过了没多久 金库大门真的打开了 走入金库内部 克拉拉根据箱子里的号码 找到了几个藏品 记忆恢复器和基因抑制剂 这两样都是改造人和变异人 最梦寐以求的东西 随后 两人根据卡片的提示 去寻找私人金库 祝梦师想要的东西就存放在那里 正当博士开始搜寻时 一转身 毒星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是全宇宙最后一只毒星兽 在他面前 但凡有一点邪恶想法 大脑都会被熬成汤 然后像眼泪一样 顺着眼角流下来 而目标者的记忆就成了 毒星兽的盘中之时 博士转身撞上毒星兽后 没有意外的 被抓到了安保主管的房间 他决定把博士和克拉拉粉烧掉 紧接着两个士兵 把他们带到了处行房 然而下一秒 士兵突然解开了博士的手套 这时两人才发现 原来变异人和改造人并没有死 那个原子粉碎机 只是把他们送到了另一个地方 于是他们四人继续执行任务 通过监控下方的书器管道 终于来到了私人金库 里面坐着一个人 他正是这家的银行行长 掌管所有财富的大宝负 但他的长相竟然与主管一模一样 原来行长不相信任何人 他的所有员工都是自己的克隆体 就在博士和行长对话的过程中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 然后开始兴奋地舞蹈了起来 接着博士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写在了纸条上 交给了行长 让他好好保管 以后会有着巨大用处 而这时的太阳风暴离他们越来越近 为了尽快逃命 行长赶紧带上自己的财宝离开 此时行长走进电梯 博士还不忘提醒他 一定要给自己打电话 下一秒 独心兽突然出现 操纵了博士的大脑 为了搞明白到底是怎么来这里的 博士心甘情愿地 让独心兽进行记忆扫描 谁都不要过来阻止他 就在这一刻 博士终于恢复了记忆 他此前接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老奶奶打过来的 而那个人正是银行的行长 他在自己临死之际告诉博士 自己内心有太多的遗憾 虽然他放不下的是 一直被关押在 私人金库里的一个生物 希望博士能够救他出来 于是博士找到变异人 和改造人过来帮忙 并拍了一段录像 把自己伪装成了注梦师 然后清除了来这里的所有记忆 避免提前被独心兽扫描到罪恶感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自己精心设计的 他们四人回到了过去 来完成银行行长最后的心愿 紧接着 知道一切的独心兽 放开了博士 打开了一个密封的房间 里面居然还关着另一个独心兽 原来他并不是这个种族的最后一对 而是最后一对 行长为了能够让独心兽为他所处 就强行关押了他的另一半 来作为威胁 而将死行长非常后悔 自己当初的选择 在弥留之际 希望博士能够救下他们 随后 最后一对独心兽 被送回了他们的星球 博士也圆满完成了 给自己设计的一场超市空解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是来自 神秘博士中的超市空解案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